嗨,大家好,我很喜欢的一个牌子,Cerat Beauty新出了粉底,今天我就赶紧给大家来做一下测评,正好这两天我住的这地儿呢,有点变热了,说是秋老虎嘛,估计是,估计要降温了,所以这两天忽然就热起来,然后正好是我觉得测试粉底的一个好时机吧, 这款呢,就是Cerat Beauty新出的这款,它叫做Dew Drop Foundation,从它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听得出来,它一定是一个satin finish,然后比较有光泽的一款粉底,它叫Dew Drop,然后它是比较偏轻薄一点的吧,就是不算是中度遮瑕,我觉得算低度到中度遮瑕的样子, 正好是我非常喜欢的遮瑕度的一类,包括这个牌子我也非常喜欢,所以赶紧买来给大家试用一下,我的色号是三号,它的色号呢,从就一号二号我发现它非常白,三号其实是一个它叫Peach Tone的,我一般是买Neutral或者是Neutral到Yellow Tone,所以Peach Tone有一点点偏粉偏黄的样子, 所以我一开始还不确定这个号码到底合不合适我,但是我看了Michelle Wong她的那个测试,它是了三号和四号两个色号,四号就非常黄了,我觉得三号应该是适合我的,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妆面就是用这款粉底,想说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吧, 我一般就是黄一到黄二白,然后我脖子这儿其实有一点黄,然后身上其实大概是这个颜色,你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色差,脸上的话是跟身上的颜色差不多的,毕竟老是用什么美白产品啊,脖子那个颜色就跟不太上了, 所以既要做到跟脖子比较统一,不能差距太大,又不想把脸涂得黄黑黄黑的大概就是现在这个状态,是三号,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Undertone是有一点点偏粉调的,这是我在其他的这个粉底的色号选择上不会选的一种, 但是我觉得在脸上看起来还是可以吧,对还可以,首先说一下持妆度,我今天早上也是六点多按时就是起床洗澡上的妆,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,所以这样是带妆接近十一个小时的样子,大家可以看得出来,我中间也没有补妆,我用大葡萄喷雾喷过几次,大家可以看得出来,它的妆效依然保持的是非常好, 我今天也是出门各种开会什么之类的,而且现在天外面比较热,大概有个二十七八度的样子吧,首先看它的确是有油光就出来了,然后我把镜头拉新一下给大家看,看额头,对,油光比较多,然后鼻翼两侧,卡粉的状况其实非常非常的微弱,这是让我感觉很惊艳的一点,还有就是我的法令纹, 你看这儿卡粉,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卡粉状态的,说明这款粉底真的跟皮肤就是非常的服贴,然后它也没有氧化的现象,我早上涂上之后就是这个颜色,然后现在到了下午,十一个小时之后还是这个颜色,光泽感是一直都在的, 而且现在我是油出来之后那个光就显得更油润了,我不觉得它是那种什么奶油机的妆效,说不上来,因为它毕竟是中低度遮瑕,我觉得奶油机的妆效一般是中度到中高度遮瑕,这样子, 但是它的确是持妆效果还不错,而你看它的中低度遮瑕,在这里就能看得出,我这里有一些晒斑,对,它是遮不住的,不像CT啊,或者是Cavinaquan那些全遮瑕的粉底涂上之后,我这些斑都是看不到的, 我挺喜欢这个妆效的,因为我本身个人是非常喜欢中低度遮瑕,我喜欢这种偏自然一点的状态,如果把我脸上七七八八什么都遮住的话,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自然,对,我今天也没有打高光,三红也特意用的是一个雾面的,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它整体的这个妆效的样子,当然primer是一定要用的,我就用了普通的primer,没有什么特殊保湿的primer, 它这款粉底的保湿效果还不错,中间几次喷雾,对,就这样下来,是一个小时的妆效,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了,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粉底说的就差不多了吧,它这个质地给大家看一下吧,你看它是这样,是这样悬开的,对,这样悬开的,然后是这样一个头,它后面有一个橡皮的这样的一个压泵,我就给大家这样压一下, 对,你看它的流动性没有特别强,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一点,我本来觉得这个粉底是流动性会比较强的,但其实它反而没有,对, 感觉里面有很多保湿的成分在,对,这个妆效我也是非常喜欢,从这个颜色来看,对,是有一点点偏粉色调的激色在里面, 然后,就是像黄油一样在手上涂开了,我觉得这个妆效让我想起了,派德家的这款粉底,派德家的粉底呢,也是中度遮瑕吧算是, 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中低度遮瑕,尤其是你是用海绵蛋上妆的话,哦对了,我是用海绵蛋上妆啊,我是没有用刷子, 所以,涂在脸上一天下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,然后派德家的这个,大家看一下,对,它的流动性就强了很多,就自然的就往手下流, 我的色号是light5,就是5号,在它light那个category里面,对,一个色号,你看这两个比起来明显这个黄调就更多一些,这个就更加的偏粉调一点, 我觉得如果你比我稍微稍微再黑一点点的话,你不妨买4号试一下,4号的确是有一点,有一点深了在我脸上,对,所以我才买了3号, 但是2号又太白,对,你看pad是这样子,对,我觉得这款粉底呢,总体来说,我觉得干皮一定是适用的,像Michelle王我看他的视频, 它是敏感的干皮,他非常喜欢这款粉底,所以如果你是干皮,甚至是中性的复制的话,一定你都会非常喜欢, 像我是混油皮,然后倒油皮下,这两天天比较热,出油就比较厉害,尤其是在外面跑什么之类的, 所以这款粉底你就定妆好好定一下就好了,我现在定妆基本上就是定鼻翼两侧, 还有额头,然后塞两颊这边我会轻轻戴一下,我不会着重的在定这边, 因为我就不想破坏它粉底本身带有的那种光泽感,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妆效,对, 所以如果你想要强力的定妆的话,这款肯定一天下来那个妆效比现在是要好一些, 我现在油就基本上都已经出来了,11个小时带妆也算是蛮长的,对, 好,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,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肤质都是适合这款粉底的, 而且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喜欢中低度遮瑕,然后比较脸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痘印或者疤痕之类需要遮的话, 不妨试一下这款,我是在BeautyLish上买的,在那个Sara Beauty的官网上也有买, 我看在Sephora,Sara Beauty它那个牌子下面这个粉底目前还是没有的, 说不定过两天也就有了,好,哦,对,还有一点跟大家说, 这个粉底其实蛮贵的,这瓶是75吧,好像是价格, 它是只有19毫升,对,普通的粉底派的这个量是蛮大的, 它是有1.18个fluance,35毫升,一般的粉底是一个fluance, 大概我觉得价位在45到55到60之间都是比较合理的, 这个只有0.64毫升,然后就75,价位的确蛮高, 它是日本产的,所以可能就Sara Beauty东西都是比较偏日系的感觉了, 所以它就是比较贵,但是这个牌子我的确还是比较中意, 好,就简单给大家啰嗦到这儿吧, 总之是推荐这款产品给大家, 我觉得也蛮适合,蛮适合秋冬的, 回头想给大家做一个换季, 还有秋冬我比较喜欢爱用的粉底, 做一个总结吧, 今年粉底出了这么多, 我用了其中的一部分, 也想等其他各个牌子陆陆续续在把产品出完了之后, 我可能还要再试一两款, 然后再给大家一起做一个总结推荐, 好,那今天就到这儿了,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,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, 然后去关注我的Instagram, 我们下次见,拜!